打坐 这些都可以去寻找 这一些 打开这些门 另外的话 还有时刻的提醒自己 把自己放到最后面 无我 就是一切不是以我 怎么样去做一件事情 一切以利他之心 灭共就是利他之心 对吧 所以一开始我们说 出发点是 为了我 为了我的孩子 为了我的家人 为了怎么怎么样安全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慢慢慢慢 做的过程中的话 你的我之就要往后排了 就是他人安全了 所有人都安全了 你作为一个小我 肯定也是安全的 大环境肯定也就是安全的 共产党灭掉了 大家就会安全了 就这样一系列的 那怎么样让灭共 能够有利 你怎么样做 就能够灭共 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事情 而不是说 就像以我父亲的概念 就是说 共产党不可能灭掉 共产党还不可能 时日未到 那我说 大概是什么时日 你知道天机和天下吗 他也不知道 但是我说 所以现在你也看到了 大家已经正在奋斗 正在做 已经看到了 共产党的这种 末日就在后面了 那我们要做的 其实不是去说 他到底什么时候灭 这个我们不是道长 我们也不是高人 我们也没有天机 对吧 我们只有做的是 我能做什么 至少现在的话 不为他唱战歌 这个可以吧 然后的话 去揭露他的 假恶丑的真相 这可以吧 然后去救更多的人 我们下车的订阅